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印尼雅加達市中心這條紅河 十八世紀曾經發生一次 過萬名華人被荷蘭殖民地政府 屠殺的紅河事件 事後,荷蘭政府知道事態嚴重 急忙派特使向清政府道歉 但是當時的乾隆皇帝就毫不在乎 也不用荷蘭作任何補償 他們就感覺很奇怪的是 滿清政府像乾隆皇帝不在乎 沒有什麼興趣 這些事不是我們清朝的臣民 你們跟他們鬧什麼事情 與我們無關,他就不在乎 紅河事件 反映昔日華僑 人離鄉戰悲慘一面 一直到二十世紀 針對僑居華人的排華浪潮 在東南亞國家不斷出現 華僑居人離鄉 只能夠逆來順受 雞便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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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順道 雞便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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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菲律賓 七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有華人血統 連菲律賓國父泥薩 亦流有華人的血 他的祖先是來自福建晉江 華人早在十六世紀 就移民到這裏謀生 位於首都馬尼拉的唐人街 有一座銅像 紀念十九世紀 一位華社領袖 羅曼黃斌 他亦是中非混血兒 他爸爸黃奕斌 大概在1840年 從福建到馬尼拉 為了謀生 他到達菲律賓之後 就改信天主教 又和當地人結婚 這裏謀生 Raphael是王亦斌家族的第六代 有中国、菲律宾和西班牙的血统 她说她的家族从第三代开始 已经没有学中文 不懂说福建话 因为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期间 对华人一向采取高压政策 尤其在早期 除非华人和当地人通分 或者肯信天主教融入当地社会 否则就只可以住在城外特定的一区 做最低等的公民 最高等的是西班牙人 就是从西班牙来的西班牙人 第二阶级是当地的西班牙人 在这边出生的西班牙人 第三阶级是菲律宾人 最后才是华人 所以她是最后的 她税收也是最多的 是这些华人 所以她真的是很欺负他们 很虐待他们 西班牙殖民地政府 对菲律宾华人采取的同化政策 到二十世纪 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又再次出现 这帮老人家是泰国的第一代华侨 这帮老人家是泰国的第一代华侨 他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移民的身份 跟着父母 由潮州来到泰国谋生 跟当年大部分华侨一样 大家想着存够钱就告老还乡 当时的潜逻政府 也容许他们保持外侨身份 是政府给英国的 美女就是下纳北坡 如果是国家路不下 他就是黑公路 就立着黑公路 随身财 让都不知道应该 他煮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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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 煮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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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 煮来煮来煮 二次大战结束 泰国实施规划政策 要华人入籍 否则不算是公民 除了每年要交人头税影响最大的 是他们不可以拥有土地业权 我们都可以渐渐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人 有所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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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拥有三人 我看地下 有所谓人的三老苏式 在哈佛市三财 我没有人到中国人 人在中国 就在中国 就在中国 就在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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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基凰是中国人有顺利的 佛中有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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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中去佛中有所谓 是 台国人有所谓的 但是 现在 他们有所谓的 佛中有所谓的 佛中在美丽与 是泰國出生的人來治療他的所謂 在三個地圈以核地國 六四東國人都不知道何人會 79歲的許炳雲 在泰國出生 是第一代土生華僑子弟 他說父母初來報到 賺到錢就會存起來買地種橡膠 現在他擁有的橡膠園 大部分就是當年買下的 不過泰化政策實施之後 華僑的日子就難過很多 二十世紀初 泰國推行的泰化運動 主要針對華人 好像在泰國出生的華人 自動會成為泰國人 沿用中國盛事的華人 無論打工或者做生意 都會受歧視 華人於是被迫要將自己的姓 改得更像泰國人 好像許炳雲就將他的姓 由酷改為社酷 政府拯視東國人 能夠政府的計劃 以為以為以為 都會在東國成作 如果要做事 就要做事 就要安靜就要做 真正的事 沒有他就沒有做 現在真沒必要 以為東國人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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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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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在我们的感觉是很绝 真的很绝 1955年4月 周恩来以外长身份 出席在印尼曼龙举行的 第一次阿非会议期间 与印尼政府签署 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 确认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还呼吁华侨 入籍桥居国成为公民 就好像出嫁旅一样 要和婆家和睦相处 中国希望这样做 可以消除东南亚国家 对华侨的戒心和迫害 可惜排华的行动仍然持续 印尼1965年发生政变 军政府借清朝共产党为名 对华人展开大规模的逃杀 一连串的排华行动 亦随之掀起 到处就杀人的气氛了 三根半夜把帆带到什么 带到海边十多公里的地方 沙滩不是很容易挖个洞吗 叫你睡下去 藏着刀放在这边 你讲 你有做中国的检店吗 你有拿人民币吗 这样这样七七八八的 有些两个人分开 一个人就只做手枪 另外一个人 你有没有怎样做 有没有怎样 没有没有 没有 我就送你上十天 他就开枪 开枪怎样走 枪怎样走 打到天上 另外哪个地方 他就配合了 你那个盘有没有了 第二个听到你脚都软了 都不能够站起来 所以这样的恐怖许下 有些人叫你走 在海滩上走 他后面开枪 他不打人 就打旁边 法侨没有遇过这样大的风浪 陈重镇当年四十一岁 他和万几个住在亚齐省的华侨 连夜走难 去到五百多公里外的棉难 无依无靠的华侨 被逼住在这几十间烟楼里面 做难民 一无所有 我都在这几十三岁 就是这几十三岁 寻在这几十五岁 在这几十五岁 我都在这几十五岁 做难民 做难民 到这几十五岁 在1966至1967年 中国先后四次派船去苏门答立 将部分的难民接回祖国 当年还读书的黄慧兰 和一千多名华侨 坐最后一艘船来到广东 当时有一种感觉 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所以一到黄浦港 看到了五星红旗 大家掉眼泪 好像回到祖国的怀抱 回国的印尼华侨 被安置在农村 成立华侨农场 广东巷关的英德农场 是最大规模的一个 看到的是农村 不像我们以前在印度尼西 那么鲜闹 所以大家当时有一种心情上 有一个很大的反差 有的人坐在那里就掉眼泪了 在印度尼西亚连锄头都没见过 但是我们来到这里 就扛锄头 种茶 采茶 然后还要去擦秧 种那些粥 所以这个是 要好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适应过来 特别天气冷的时候 起草墨灰 手都冻得烈了 这些艰苦的时间都锻炼过来了 应该说 1967年10月 中国和印尼断绝外交 陈重珍和一帮难民 在印尼过了三年的艰苦生活 之后在当地华人的帮助下 才开始重建家园 最初居住的时候 还是很辛苦的 都是保护 就是business族的 第一次没有水泥的 简单的 慢慢慢慢在生活有了进步 慢慢一点改善 慢慢一点改善 经过了相当久一点 十多年以后就比较好一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1970年 四百多户亚齐省的华侨难民 决定在绵兰落户定居 生活虽然安定落零 不过 印尼政府不断颁布的排华法令 令华人终日生活在黄孔之中 对华人的政治与乐文化 一律一师同仁 所有的学校 所有的社团 统统关掉 YD来的报纸不可禁 中国电影 那个字幕有中文的 该住不可以 武龙武师都不可以 拜神都很少 大家都害怕 苏哈多政府就消除了三大蜘蛛 华校没有了 华人社团也没有了 报章也被禁止出版 所以这个造成 印度尼西亚的华人 就技术的印度尼西亚化 廖建宇本身也是印尼华人 多年来他以东南亚华人做研究科题 当中特别了解印尼的华人情况 印尼的同化政策 在一定的程度上 可以说是相当成功 因为他把一大部分的印尼的华人 变成了只能够讲印尼话的华人 但是在思想上 在真正在感情在心理上 这个政策并没有真正的把华人同化 因为一般上一般的印尼人 可能对华人 仍然存有某种程度的成见 而一般的华人 本身对印尼的原住民 也有一定的成见 一看城市里面商店多半是法人 所以他要打华人 怎样是等于班子舌头打自己的脚 我在苏华托时期呢 苏华托要赚钱 官僚要赚钱 靠水 靠印尼民族不行 不能够很保密 不能够很卖力 靠法人 所以有些法人 扣了官僚的官司 合作 赚钱 所以苏华托时期呢 法人的经济 从 从诸商 大商人 后来跟着财团 反华排华的事件 三十年来 在印尼不时零星出现 到1998年 大规模的暴乱又再降临梅达村 5月6日 两百多名暴徒走入梅达村 抢劫这间集货店 他们打烂板门想搬走米粮 附近的居民警角度 立刻敲钟通报 最后将暴徒赶走 我们整个锦州呢 对我们整个整体来讲 是有很大的作用 这个锦州它有一点的历史 这个是子弹头来的 它的声音很响亮 98年事件呢 我们这边也开了一个好头 当时发生这个事件 我们起来对抗的时候 有本地的报纸 有向社会宣传 引起各地的华人 也是出来保费自治 越南的市政的那些人 一层我们整个城市是英雄村 因为我们带一头 带来一个汤包 1998年的排华暴乱 在首都雅加达和印尼一些大城市 造成严重破坏 华人的店铺被纵火抢掠 屠杀凌辱华人妇女的事件 大规模发生 引起国际公愤 这个反华事件并不是自发 这个是有计划的 是一种阴谋 是一部分的印尼屠株 为了要堕取政权 为了要昏水摸雨 为了要 在一定的程度上 可能是要削弱 华人的经济力量 所制造的混乱 我们拿起安格隆 这个长的就要在我们右手边 大家都清楚了 王蔚兰在广东英德农场 成立了一个表演团 团圆表演用的 都是印尼的民族乐器 当中寄托了他们的心愿 印度尼西亚的副总统 他在看了我们的表演以后 非常感动 也很惊讶 哎呀 怎么这些 那么小朋友 怎么会打我的安格隆 怎么会唱我的印尼歌 我当时就印尼话告诉他 我说我们都是在60年代 回来的归桥 这个是他们的后代 所以从总统对我们的 这种表演的惊讶 就给我意识到了 我们的这种歌舞 其实可以去充当一种 死者跟桥梁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表演 可以让印尼的国家领导人 感动的话 他回去去善待华人 我觉得我们也是一种贡献 统结,团结就是力量 今儿,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现在希望是什么呢 印尼改革开放了 中国也是改革开放 两个人基本上相同的 中国帮助他 改善印尼的经济情况 改善印尼的过程 改善印尼人的思想 都要针对华人 一定要把华人看作是朋友才对 只要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解脱我们这个生存上的孤立 在菲律宾1946年独立之后 也推出一系列的非化案 限制某一些行业 只准菲律宾人经营 当众对华侨影响最深远的 是1954年推出的零售业非化案 当时这里的华侨华人 都是做零售业 超过85% 大部分就是做小商店 这边呢我们这边叫做Sari Sari Store 因为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 所以就要动脑筋了想办法 所以当时商种成立以后 就是鼓励华侨参加入职 来做菲律宾公民 菲律宾不是采取地缘法 我手上的东西是一个Certificate of birth 就是我们的出生证 这边写的我爸爸是从中国来的 他是中国籍 我妈妈也是中国来的 虽然我是在本地出生的 所以照样我也是中国籍 我们知道入籍是比较有那个Advantage的 但是呢我们因为要花二三十万的非币呢 那个是很大的数目 当时的薪水呢一个月才一百一百二十块一个月 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家庭里从来没有想过说要去入籍 1971年仍然是打工仔的张超和 和非席女朋友结婚 他和大部分华侨一样 选择不去正式注册 等太太可以保留非席 他没有不高兴 因为他的父母也明白这一点 全华人的社会都明白这一点 他也应该明白这一点 虽然我们是在中间结婚 他照样是穿结婚礼服 跟去教堂是一样的 张超和婚后 用太太的非席身份 开了间贸易公司进口零件 从而赚到事业上的第一统金 为什么用他而不是用我的 虽然进口中国人可以做 但是还可以弃掉很多的麻烦 第一你是中国鸡 你要申请一个鸡兆 他这个要来查问 执行 那是不是你会去做零售的 会比较很多麻烦 所以干脆就用我老婆的 飞机来开一个公司 中国人又想在这边生活 他总要有变通的方法 要不如他怎么样 生活下街 所以有的家乡有老婆了 为什么在这边 还有菲律宾的老婆 就是为了可能 就是想在这边生活下去 当时很多非花案 不只是零售的 米 卖都不能做的 也是非花案的 所以很多做米做 做这些农产品的 很多都有菲律宾太太 1975年 当时的总统马可斯仿华 中非正式建交 随后 菲律宾政府颁布简化 入籍的法令 解决华人规化的问题 之后 张超和用了500批桑 就办妥他的入籍手续 后来我们发现是因祸得福 从零售变成批发 变成进口 绳子变成工厂 所以后来 华人才会有那么大的声音 从一个小商店 变成很大的企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 他年轻的时候和很多南洋华侨子弟一样 至少就读华校 也打算中学毕业之后就回中国读大学 他没想过新中国成立之后 当时还在殖民地的新加坡就下令 华侨回中国之后都不可以再入境 当时他还差一年多才高中毕业 所以对前途感到彷徨 我们觉得说我们一生已经没有机会念大学 除非你在花很多精神的精修 英文和各聊才是考外国的大学 不然是很难有机会 因为其实说马来亚有一个叫马来亚大学 但是他只收音效不收 音效生不收华侨生 新加坡福建汇馆主席陈陆士 也都意识到新的入境限制 对华文教育带来危机 所以在1953年 汇馆捐出200多公斤的土地 开办华文大学 同年7月 南洋大学举行动土典礼 南洋大学举行动土典礼 华人社团一夫百姓 博船二载 三轮车工友二搭 小贩移卖 甚至母小姐 筹款义务的活动 陆续举行 为大学筹募经费 1955年 南洋大学举行招生士 王如明立即报考 更顺利得到取录 修读政治经济系 也要读中国通史这个必修课 不过 从建校一开始 南大以华文作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做法 注定他要走一条艰难的路 学术水平受到质疑 军警又试过冲入校园 逮捕涉嫌是共产党的学生 到1980年 政府终于宣布 将南大和当时的新加坡大学合併 组成新加坡国立大学 作为南洋唯一一间的华文大学 从此消失 因为南大的成立早早就引寓了一个 它会被关闭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这个因素就是整个政府是继承一个 因以为主的行政语言的政府 南洋大学的关闭 是一个历史上的永远的痛跟遗憾 我觉得 因为南洋大学的关闭 使得南洋大学全南洋的华人 共同建立的一个资产消失了 新加坡幾乎八成人口是华人 但是它的中小学都是英文学校 曾经压立八多年的华文教育 在大气候之下遭受淘汰 轮廓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 在同一段时期 命运也都相同 每年农历七月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 都会举行中元节晚会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要为华文学校筹款 一年一度的捐款对华校来说 是他们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 蚂蚁呢我们大家都明白了 好我们来看这篇课文 一直以来都是华人社会在出钱出力 这样子浮起来 我们作为一个民族 我们的语文是我们的灵魂 文化是我们的灵魂 我们要保存我们的语文文化 就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马来西亚从英国殖民地时代 到独立之后 政府对华文学校 一直采取不民不问的态度 甚至计划要取代华文学校 去华文化的做法 在五十年代 曾经引发全国华校学生 激烈的抗争浪潮 位于奔城的中宁中学 当年就是率先爆发学运的地方 五五年的时候 政府要把华文学校 改为国民中学 就是说 没有华文不是政客里面 我记得我们当时学生很强烈 我的班里面一出来 全部跟着出来 全个学校就住在礼堂里面 反对教育 反对我们学校 接受政府的增添 华教运动的回顾大概是这样 各位 胡曼岛是中宁中学的旧生 他和这班同学 在一九五五到五七年的学运之中 曾经带头抗议政府用金钱补助 理由华文学校 放弃以华文授课 在1956年 11月23日 早上8点开始 我们一次过 就叫学生出来 齐集在操场里 直接举行最大规模的罢课 到4点50分 吹弹飞入 最少2、3天 被警察拿到墙 后面就鞭 走慢点就被打 一帮学生涌出来 就在大手上 咬手指 写血书 挨护众领 挨护华教 买个字 这个热潮冲了之后 无形中换醒了 我们整个华社 对华文教育的众议 因为以前很多小市民 说你 我有饭吃 有书 就算了 他们不知道 这个新的教育警察 下来 我们全国的华文教育 会受到极大的打击 中龄中学的学生 当年虽然极力反对学校 放弃华文授课 不过 抗争最终都失败 中龄中学 成为第一间接受政府津贴的学校 而先离开 近八成的华校陆续跟随 成帝建设不肯改制的 就只好变成 私营的独立中学 艰苦经营 在这一年 胡曼岛在七十年代 发起福兴运动 以二卖二展的方式筹款 得到华四的小市民小商户 有大力支持 华文学校才得以恢复元气 把尊贵的女王 可爱的幼儿 和众多的烈货物 虽未上升 却下得几乎灵文粗 强着大自然锁 今天家长们百分之九十 把孩子们送进华文学校 因为整个十四的发展 是这样子的 中文成为过去语文 慢慢成为过去语文 你不懂华文 你会失亏 你要在香港 到上海中国去做生意 你不懂华文 你就失亏了 印尼一千多间华文学校 在六十年代中 被政府下令全部关闭 一直到一九九九年 蘇哈托下台之后才解禁 在首都雅加达建校的八华学校 是印尼最早的华文学校 一九零一年建立 停办四十几年之后 学校在2007年落实复伴 短短一年间 学校就起好新校舍 重新聘请老子和招生 现在学生人数 已经超过一千三百人 一年对我们来讲 是不短的时间 我们这个校友大家 来参加重建这个阶段 都是在 起码在五十多岁以上 很多已经是六十多岁了 所以我们当时决定要赶 结果呢 也被我们赶出来了 我们08年7月份 就正式开科了 梁世晶是八华的旧生 他的曾祖父梁颖堂 是学校的创办人 父亲梁石游 也是学校的理事和旧生 家族和八华有深厚渊源 不过他和一班经历过排华的校友 深深感度 恢复华校任重导远 俗话都禁止了 三四十年 可能反过来 我们可能 现在就觉得比较珍贵了 好像你一直有的话 可能你没有想到这个珍贵的 没有了 你才觉得 哎呀 可惜了 怎么几十年没有了 所以现在也能够有华文教育 大家就觉得很珍贵了 几百年来 所累计的经验 所打好的基础 使得华人在整个东南亚之中 特别是在竞技上 扮演无人可以期待的绝世 虽然有许多反华的世界 有些多排华的世界等等 华人也有 他曾经一度逃难 不过到头来 他们还是 有最大部分的 都回到自己的原地 因为 他们只有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 才能够找生活 才能够发展 东南亚的华侨历 力尽滄桑 逼于政治形势底下 他们逐渐过度成为海外华人 对桥居地的认同 有增无减 关心当地的发展 参与政治 为华人移民历史 写下新的一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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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